哈囉大家好 我是偉恩 今天會跟大家介紹的是 瓦爾基里的抽卡記錄 沒錯啦 那我決定 什麼話都先別說 我們先抽卡好不好 我們先抽卡 我們什麼話都先別說 抽起來就對了 什麼話都先別說 抽就對了 又有魂蝦卷卡我消耗啊 慘啦 兩張 三抽 四抽 五抽 六抽 我好想往旁邊這個戳下去啊 六抽 十六抽會出嗎 好啦我們按一個十連抽啦 好 我突然不曉得這影片該怎麼拍下去啊 突然不曉得這影片該怎麼拍下去啊 突然不曉得這影片該怎麼拍下去啊 什麼鬼啦 第一次實驗衝突然搞我啊 我直接的 我的天啊我 不是這樣我缺串缺的很嚴重 不是這樣搞我的吧 我要瘋了 我要瘋了我 我真的要瘋了 好啦跟各位先講個重點啦 首先這次勁爆活動的真的很勁爆啊 怎麼個勁爆法呢先讓我們來看看 以往這邊1000跟5000的沒有變 以往5000這邊是給30罐油跟卡包 跟什麼我忘記了 我想一下我查一下 之前是給 就是八包泰坦卡包啦 然後跟後面還有一個是什麼我忘記 我看一下上次影片 上一次消耗的影片 還有兩顆金蛋啊 那這一次改成了永恆聖域的傳說 傳說神域史跟傳說的神域精華 個人覺得不錯啦 但是那八包泰坦卡包 不見了有點虧 有點虧 個人是覺得金蛋拿走就算了 但是那個卡包不見了 有點虧 有點虧 但是不得不說 這是1萬賺的消費獎勵不錯啦 那就跟我之前說的一樣 他其實會 他就是要想盡各種辦法送你神域史 但是你的神域精華會不夠 那你的神域精華會不夠 他之後會開放課金取得管道 讓你們去取得 大概是這樣吧 所以這一次消費到1萬賺 還算是合理的花 還算是不錯的投資啦 but but 抽完了 我們抽完了要開始來講話了 就是 基本上 瓦爾基利 還是沒有那麼值得抽啦 沒有那麼值得抽啦 這隻焦桃牌女神沒有那麼值得抽啦 那畢竟一來就是 但是他的定位有點怪怪的啊 他的技能組 他的技能組有點怪怪的啊 那二來就是 下一隻 下一隻魂俠相當強力啊 沒有必要把賺花在這種地方啊 我剛多花了3600賺啊 我的媽 我剛多花了3600賺啊 那技能部分呢 先把古王這招點起來 先把古王這招點起來 然後再把這招連線點起來 那接著是大絕 最後是他的小招 大概是這樣 我快不行了 我覺得我的血壓整個 我的血壓整個飆升耶 我會不會待會就昏倒啊 我的媽啊 這輩子再也不按十連籌了 氣死了 我真的會氣死 什麼十連籌 什麼垃圾十連籌 氣死了 好啦 塔羅牌的部分 教皇塔跟力量 基本上沒什麼好選的吧 就是單選題啊 力量啊 不然其他兩個都頗垃圾的 那寵物部分呢 寵物部分其實也很簡單啦 力量系的我最會了 力量系的我最會了啦 就是血液 鬥牛八哥小GG 我竟然有一隻小GG空著 我竟然有一隻小GG空著耶 好啦 不知道給誰 那不然就先給他好了啦 也行啦 反正就血液鬥牛八哥小GG 堆坦度就對了 堆坦度就對了 坦度越高 瓦爾基尼就越好用 所以這隻 必定就是要三四星 才會比較有作用的角色了 然後 然後還有什麼要講的嗎 好像也沒有了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內容 喜歡的話都可以幫我按讚 按訂閱按分享 那有什麼意見有想要告訴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是維恩 我們 我們下期影片再會啦 掰掰